hello大家好,我是牙耳飞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道菜是农家酱肉丁 这道菜所需要食材是去皮五花肉 蒜子,姜,大葱,去皮的花生米 接下来开始味料 蒜子切滚刀块 切成小丁 姜,先切成厚片 然后从中间切成小丁 大葱,从中间切成大葱丁 五花肉切成条 切成这么厚 就可以了 然后再从中间,在一分为二 食材备好了 接下来开始制作 烧干锅中水分 下入少许的底油 然后给它晃动一下锅 让这个油面大一点 油温烧热之后 下入五花肉丁 然后炒肉 然后炒一下 然后炒一下 煎出骨花肉 用油温热 然后煎香 然后放入干辣椒 煎出辣椒的香味 放入大葱丁,姜丁,蒜丁 然后再来煎炒一下 炒出 料香味 然后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一勺海浆糯的味道 一勺甜面醬 翻炒均匀 熬出酱香味 加入少许料酒 放入小白肠的白糖 少许蚝油 快速翻炒均匀 再调料化开 关火盛出 今天这道菜准备完成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关注 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常菜 分享给大家